不过接下来这个画面呢 也会是让大家觉得说 这是不是雇主管太多 已经侵犯到了这个劳工的人身自由了呢 由于现在大陆低温的环境之下 有上班族洋葱式的穿靶 被雇主嫌穿太丑 要求他改善 那么这名劳工呢 就把他的精力po在网路上 那么很多躺平心态的上班族就说 现在上班前有洗脸刷牙就不错了 怎么还管这么多呢 一位大陆上班族 他在红色制服下 穿了一条肤色加厚的打底裤 脚上套了一双有毛的平底鞋 被老板娘骂穿得恶心 另一位大陆民众 也同样被老板骂穿得太随心 由于大陆今年冬天特别冷 不少人骑电动车上班 把男穿的全穿上了 没想到保暖上班穿搭 还被老板约谈 大家其实对于男性和女性 他们的这个外表形象的要求 是不一样的 但是对于女性呢 其实更多的会赋予他一个 美丽漂亮的这样的一个外观的期待 讨论越来越热烈 于是上班穿搭比丑 成为了热话题 大家纷纷po出自己的随性穿搭 一位网友笑称 有时候连自己的妈妈都皱眉 这位年轻人的母亲刚说完 一进电梯 果然立刻有人盯着他的鞋子看 类似的影片引发热议 吸引超过百万人 按赞分享和留言 以前这个衣服丑不穿了 现在这个衣服丑 留着上班穿 能够准时上班 已经是最大的尊重了 干净整齐不就行了吗 职场又不是我的秀场 有人认为恶心穿搭 一个比一个能逼疯老板 也有人认为 他彰显了年轻人 对上班的个性和态度 那就是我都活着来上班了 你还奢求什么别的 TVB的新闻 叶俊宏 陈向如综合报道 好 大陆的老板 对衣着的要求管太多 引起了大陆的话题的讨论 那我们线上朋友也会说 老板是不是住海边呢 也有人就说 老板多给一点薪水 我保证穿得帅一点来上班 所以呢 其实上班族难道没有穿衣自由吗 希望大家可以在留言区 跟我们分享 您上班有没有什么奇妙的 着装规定或要求 或是您是怎么想的呢 而我们今天邀请到 社会组的穿搭高手 冠映来跟大家分享了 好 冠映晚安 希望晚安 大家晚安 好 我们看到冠映常出现在镜头上 都是这样子西装笔挺的 其实像我们记者 为了展现专业的一面 我们多少少都会 自己准备一些正装 当然我们都是自掏腰包的来准备 可是呢 职场当中过去呢 也屡屡传出 很多人会有对于一些 女性啊 或者是性别方面的特殊规定 特别是资方的规定 但是呢 这是不是都已经牵涉到一些人身自由的部分了 对 没错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中国大陆有些公司它就是会管 不过我们以另外一个国家来举例 可能在日本方面 他们好像比较偏向是员工自己会管自己 因为毕竟他们的生活也是比较拘谨一点 看到日本的街头上面都是搭 每个都是西装 套装 因为日本的社会好像讲求一个集体性 所以不希望自己穿的跟别人太不一样 太有个性 都要符合那个行业或商社的整个穿着的氛围 没错 反而是我们台湾有一些比较小的公司 大家可能就比较没有管得这么严 好像印象中有的人还可能会穿T恤啊 或是会穿比较轻松的服装去上翻 毕竟台湾其实比较热嘛 那老板其实也不太会有什么意见 不过呢 我们台湾的法律到底有没有规定 可不可以来规定说这个公司来限制员工穿什么 我们来看到呢 其实呢这个劳基法他们上面有写说 如果你这个公司的员工数是超过30个人 就应该要来报备公开的这个工作原则 但是呢他们说这个服役的规定 很多都是在这个工作原则里面啦 但是前提是你不能违反这个法律强制规定 还有这个工会团体的这个协约来做前提 可以由这个雇主来决定你要不要穿制服 或是你规定你的服装要怎么穿 那么其实这个工作规则里面 他们主要还是看这个行业 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规定 毕竟你不可能一些可能殡葬业啦 或是一些高级餐厅 你穿一些吊嘎 穿蓝白托去上班嘛 这样也是怪怪的 那么其实呢之前有判决说 有员工他可能穿着 他比较不想要按照公司的规定 所以他去法院提告了 不过呢其实通常这个法院 他们是挺这个公司的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公司 他们有这些相关的这些法律规定 这些服装规定 其实呢他们觉得这个是合理的 所以他们当时有一些判决是判员工 他们是败诉 不过呢其实通常会需要 到法院上面去打官司的 这种服装的这些问题 他们通常的理由都是说 我是不是被这个公司歧视呢 人工会觉得说 最常见的可能歧视像是一些 性别歧视 或者是一些性倾向的歧视 那么目前其实有规定的部分 像是一些种族啦 语言 宗教等等 甚至年龄 那么或是一些容貌 或是星座 或是写行等等 当中是没有穿着这个规定的 不过呢他们可以看到的是 穿着上面如果真的 他觉得自己被歧视的话 光是穿着这个问题 他们就可以连接到 刚刚提到很多些可能性别啦 或是一些性倾向等等的一些问题这样子 那么来看到呢其实之前也有一些 有问题的规定 刚刚虽然提到说劳基法他们是法律上没有直接规定说你 你公司不能规定我穿什么 但是也有一个部分是例外 像是呢 如果你要求这个女员工的服装是要迎合男主管的喜好的话 这个算是一种职场的性骚扰喔 那么另外还有另外一个案例是说 像是这个马甲医院里面曾经有这个男员工 他是穿女装来上班 反而被开除 那么最后法院是判决这个解雇是无效的 不过有一些公司他们的制服喔 像是这个女生他们的一个制服是没有裤装的 他们可能是套装这种裙子 那么有的人觉得说你这个算不算骑士呢 为什么我一定要穿裙子这样子 但是依照目前法律的这个案例来看 其实他们不算是骑士 因为毕竟你可能在这个地方他规定你穿裙子 但是全公司的女生都跟你穿 一样是穿裙子 而且这个是按照公司他们的习惯去做的 但是如果有一些是那种可能 他的制服真的太夸张了 就是什么露很大的什么线全部都露出来那种 那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还是要看这个行业的需求 有时候这个制服还是必要的 可是关于我们知道很多职场新鲜人 在进入一些企业的时候 会被要求要来购买制服 有些是硬性直接去扣薪 但是有一些是柔性劝导的 可是其实我们牢基法的规范到底是什么呢 没错其实这个制服的问题呢 有很多确实有很多公司他们会规定 我们一定要穿制服 甚至呢有一些是服饰店他们的店员 也要穿他们所卖的商品嘛 那么他提升他们的品牌一些辨识度 所以很多人甚至有些人他们是觉得说 我喜欢你这家公司的制服我才来应征 对品牌本来就有认同度了 对对他们是为了制服而来选择这个工作 那我可以其实也分享一下自己的打工经验啦 就是我之前曾经有在餐厅 那也有在这个服饰店 对打工这样子 那这家餐厅他其实也是要穿制服的 但是他们的制服是他们公司直接提供给你 就是也不用说另外你要先买下这个制服 或是要先付一笔钱 其实全部都不用 他就是规定你要穿 而且他可能是有一套换洗的给你可以轮着穿这样子 因为每个员工他都会给你可能两套 那么另外一家这个连锁的服饰 他们就是卖衣服的嘛 所以他们当然是希望这个员工身上有这个他们家的衣服 因为有时候他们可能觉得说 有时候客人在问的时候 他会说你这箱这件是什么东西 我要买你箱这一件 这是他们希望达到这个效果 没错 但是他说这个员工 你虽然要买我们家的衣服 我不会直接提供给你 可是你可能要用六折或是七折来买我们家的衣服 那么通常呢 其实当时在这个时空背景之下 会来这个地方 会在选择这家店来工作 其实通常对这个品牌都会一定的认同 所以可能就是比较常穿他们家的衣服这样子 所以呢对某些员工来说他们其实算是福利的一种可能 因为毕竟你这个不这种衣服他们算是比较休闲的衣服嘛 他不是说我只有上班才会穿 我可能私下也会穿 那么甚至呢我还招有一些运动服饰 比较知名的运动服饰 他们甚至还有的是那种专门的原购店 甚至潮牌里面也有一些是可能员工买的比客人还多的这种 所以这个公司还特别是寄出了一些限制的规定 说你可能很限量的衣服员工可能暂时先不能买 对但是有人就分享说 我如果我到新公司 有的公司他居然是我要穿那种制服是套装 就是上面还有印logo那种 反而要你先掏一笔钱穿买 那这个有人就觉得这个可能好像不太符合 就是不太符合大家的期待 因为我又平常又不会穿这个衣服 为什么我要花钱买呢 那么这个合不合理呢 我们来看到其实劳动部说不合理 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他们说劳动部说这个制服呢 其实它是劳务成本或者是职工福利的一部分 他们认为这个雇主其实不应该要求员工来负担 那么刚刚提到呢 这个很多公司会要求员工先拿一笔钱穿 他们的理由是说 他们怕把这个衣服你把它弄坏了弄破 那我要交你交回来的时候 那如果你给我一个破的衣服 那我要怎么给下个员工穿呢 他们是他们的理由啦 但是他们说这个员工离职的时候 如果没有按时一规定 交回他们原本制服的话 导致有损失 那么这个雇主他应该是要来寻民事诉讼来求偿 那你不可以直接从员工的薪水里面扣除 所以说之前曾经有这个餐厅啊 他们说自己定了这个内部的规定 劳动契约里面约定这个劳工负担要这个制服费 但是呢却被这个劳减开罚了2万块 他们认为这个约定 他们其实是违反劳基法的认为这个约定 其实是无效的 嗯就像关于所说的 其实雇主他不能主动硬性去扣你薪水 替制服买单 但是呢很多品牌呢就会问说 哎你要来上班你认不认同 那我们可能要穿制服你同意吗 那让这个员工自掏腰包去买有折扣的衣服 这还是在一个劳基法的灰色范围里头 但是各位老公朋友 你的权益不要睡着了 不能因为制服就去扣您的薪水 要多多留意了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